我是Yunice 我是在香港出生 在2007年的時候 有一件事發生 令我更加了解自己的背景 當時有一群人在我的工作上 想了解多點我的工作 其中有一個她告訴我 是我的生母的表妹 當時我的表姨跟我說 我的原生媽媽還在 她差不多80歲了 我很想見我媽媽 很想見我的兄弟 當時一直等有機會見媽媽 我表姨一直跟我說 她說我媽媽不是很敢去見我 我表姨也有說 她將她心底裡埋著 不知道怎樣處理的事情 突然間要處理很多事情 而且也覺得一件事 就是心裡有一種很欠貴 好像對我 因為教了我被人領養 她心裡一直都很不舒服 所以對她來說 是很難可以有勇氣去見我 終於是我兒子 我哥哥 鼓勵我媽媽底下 我們才有機會去見面 我看到我媽媽她所作的決定 她當時是 我有兩個哥哥 但是因為我那個生父 就過了生 我媽媽看得到 她沒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去撫養我兩個哥哥 和我 她要去找工作 她要去找地方住 她要供書教學 所有的事情 她看得到 她沒有這樣的條件 可以去做到 所以她最後的決定 就是把我交給另外一個家庭 去撫養我 看到媽媽的過程 是很辛苦很痛 她有時都會跟我說 如果她不是做了這樣的決定 她說她自己根本都不知道 究竟可以跟著怎樣去走 直至到媽媽過世的時候 她在床邊跟她說了一段說話 就是說 過去十年是很寶貴的十年 是想不到 我們兩個都有這樣的機會 有沒有福分 可以一起過這十年 還有我跟媽媽說 你做一做的事 是令到我今天 可以這麼堅強地做到我自己 我說是很難得這樣做 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後悔 做了這件事 然後我跟媽媽說 我就說 你好好地走 你不需要再擔心 你也不需要有任何的遺憾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完整 就是說 她給了我的生命 但是同時是我的領養家庭 給了我一份愛 還有最後 我又感受了媽媽給我的愛 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福的 我爸爸媽媽因為傳統家庭 他們一直沒有告訴我是領養的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領養家庭 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需要告訴被領養的人 他是一個被領養者 解釋給他聽 或者為什麼他所知道的什麼 很坦誠地告訴他的小朋友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把你的心 這個是我的原生 這個是我領養的 他們會感受到的 我自己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在家裡 沒有感受到任何一個分別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我沒有在一個家庭上長大的話 我不知道我今天會在做什麼 我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有一個地方 我可以叫這是我的家 我也覺得如果我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我絕對不會是今天的我自己 我覺得我的信心 我的各方面 都是因為我有一個家庭 給我去愛惜我 所以我很感激我有一個領養的家庭 希望他們嘅 都佛 puedes 來 有